哈囉哈囉 那就是非常快我們就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第二場的talk 那第二場的talk的講者是韓吉 那其實也是我們Goland community的非常有 貢獻的志工 然後他今天的題目是PGO Profile Guided Optimization 然後就是聊聊在PGO的這個新 應該是Goland在最近幾個version 來推出來一個新的 一個optimization的方式 然後聊聊如果透過PGO 來更進一步的優化你的GoProgram 好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韓吉 好那大家好 然後不免署了我想先調查 就是在場在寫Goland的 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那很多OK 然後有用過這個功能的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OK很好 沒有 那很好你們不用出去趕快留下來 然後聽我講對不對 聽過就可以走出去了對不對 好 然後PGO就像剛剛David所說的就是 PGO是在Goland 1.20 就是好像是3月吧 我記得是3月4月的時候的一個新的 新推出的功能 然後顧名思義它就是 它是針對一個profile 然後針對profile裡面的內容 然後去做一個最佳化 然後它可以針對你Goland的程式去做最佳化 OK 然後這是我 然後這個是我的link in 然後沒什麼整理 然後大家可以點進去 然後教我也是可以 然後我現在是freelancer 但是 但是我是 我open to work 然後其實我只有兩年多的 接近三年的後端經驗 然後我現在還沒有Goland的工作經驗這樣子 然後所以其實大家不用太擔心 就是當獎者其實門檻沒有那麼高 你只要對就是技術的熱情 然後你深入研究 其實你也可以出來當獎者這樣子 OK 然後我們就進入我們的主題 好 那我這邊我想跟大家做個互動 就是剛剛 我看在座大家都會寫Goland嘛 那我想問問大家就是覺得 Goland有什麼advantage 有人要回答一下嗎 OK 好感謝你 還有其他人要回答嗎 OK好 很好 那我們就進下一個投影片 好我列出了幾個 我自己找了 找到advantage OK 他有flexibility嘛 然後很簡單的去使用 那當然還有很特別 大家都知道了 Goland有concurrency跟GC 然後甚至安全性跟速度在各個語言之間 也算是蠻前面的這樣子 然後當然最重要的還有一個很可愛的 吉祥物對 因為我有聽到就是我有朋友說他是因為吉祥物 所以才寫Goland這樣 好 然後這邊 我還要跟大家做一個互動 那你平常你會用什麼方式就是 來增加你Goland程式的效能 OK很好 非常好 非常好 OK 還有其他人喔 OK好沒問題 然後那我們就進到下一個投影片 OK好那我自己有去找嗎 就是有以上就是我列出了幾種 然後第一個就是可能用GoRoutines 然後跟去平行化去處理你CPU的工作 然後讓你的Io的Operation是異步化的 然後不要在你的HotSpot去分配你的Memory 然後你盡量去使用Re-only的Logs 然後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我知道 那我就只列出以上這些 OK那我今天要介紹的PGO 它其實它也是可以去提升你的Goland程式 那它其實是一種就是Compiler的 最佳話就是Compiler的Optimization 然後在座有人是 就對Compiler有研究的嗎 好看起來是沒有 然後Compiler其實我自己也沒有很深入的研究 那我上網找的話就是有找到就是 它會有這幾種方式就是可能是 In-line的Optimization 跟Escape Analysis 跟Constant propagation這樣子 但是 但是 有些的最佳話是 你不能靠直接去分析Source Code 然後就取得最佳話的 然後 對有些最佳話是沒辦法 就單純你要靠你的Source Code去 解析你的Source Code 就可以得到最佳話 有時候會要去分析你的流量跟你 你所謂的request才可以 才可以知道 才可以知道 你這個程式的request是 哪些request 你才可以去做最佳話 比如說 好比說就是你今天 如果你這間程式有很多的 if else branch if else conditional 那你就會 你的程式就會有很多branches 那我可能 我可能 一個function 就是被cull了100次 一個function只被cull了10次 那我 PGO就可以針對這樣的情況 然後去做程式上的最佳話 那我們來看幾個 examples ok 那上面的圖是 就是 function被cull的狀況 就是 左邊去cull中間的cull了 cull了10次20次100次 然後再去cull右邊的是 那個 75次 15次 ok 然後這個是 他是去使用的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是 inline optimization 然後我 我這邊也不去詳細介紹說 他為什麼會長這樣 反正我只是想要表達就是 他是 PGO是可以透過 就是 他 就是分析你 可能你request打的次數 然後 然後去 去得到所謂的最佳話 ok 然後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 他可以去 透過分析你打的次數 然後去 最佳化出一個layout 原本的default layout可能是中間這樣子 然後他可以分析你打的次數 然後就會去optimize 出一個更好的layout 然後這個也是同樣的道理 對 然後他也是透過 呃 就是 最佳化 就是越多的他就先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最後就會得到A B E C D這樣子 好那 那我 到底什麼是PGO 好 PGO是一個 嗯 Compiler 最佳化的一個技術 然後他會 呃 提升你的 呃 程式的 在wrong time上的表現 那 那PGO其實還有其他的別名就是 Profile Durated Feedback 跟Feedback Durated Optimization 那 就是也是顧名思義 他就是針對 就是他會先在你的程式 呃 在wrong time上得到feedback 然後再去做所謂的最佳話這樣子 好 那 我自己去找的時候 去找PGO的資料 因為 剛剛也提到了嘛 PGO是在今年 今年才加入Golan的一個心得技術 所以其實 在Golan上相關的資料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我就先去找說 那有沒有其他語言 也是有去support PGO這項技術的 那我找到比較多的資料 會是在C跟C++跟Ross上 對 然後除了C跟C++Ross之外 Swift Java.NET 也有類似所謂PGO的技術 但是他可能不叫PGO 但是也是類似的概念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就是 編譯式語言 才會有就是support這項技術 那如果你是像直譯式語言 可能JavaScript跟Python 就不會有這樣的技術 好 那 我這邊來介紹PGO的基本原理 那PGO的基本原理就會是 他會 他會針對你 你在run time上的 的狀況 然後去collect出 collect data 然後再去 針對這些data去 generate一個profiling file 那 當你的 當你在 compile這個程式的時候 然後你要去 enablePGO這個option 那你的 compiler會針對你前面 第一點 所generate出來的那 profiling file 然後 然後會去做 程式上的追加畫 然後 所以 簡而言之 就是他會 丟給你 一些內容 然後關於 是關於就是 你 你程式 丟給你compiler一些內容 然後是關於 你程式在 run time上的表現 然後讓你的 compiler去做追加畫 好 那我剛剛有講到嘛 就是他會先 collecting profiles 再去 build你的program ok 那我們先來講 collecting profiles 他會做哪些事情 ok 那他會先去 build跟release出一個 一個最一開始的 binary file 然後這個時候是 還沒有進行PGO的 然後他會 在你的production的環境下去 收集你的資料 好 那第三點的話是 如果你今天 你的程式有做新的更動 或者是 新的更動的話 你要再去重新去 build跟release 跟update你的那個binary的file ok 所以 把剛剛 上一張同影片整理成一張圖 就是會 會變成像這樣子 的一個循環 一開始 一開始 build出最一開始的file 然後 然後他去 collect profiles 就是brown你的production 然後他會再持續持續的 去循環這樣子 好 那我要怎麼去 收集到有用的profiles 要在我的production當中 那在這方面 官網上有給出的建議就是 你要先新增低一點這個路徑 然後在你的程式當中 然後你可以針對你的狀況 然後去看你要每秒 就是每多少間隔去fetch一次 然後你要去 持續 然後自動化的去 然後自動化的去 去 去產生那個 產生你所需要的profiles 然後你才會 保持 保持你的程式可以 得到 一直得到所謂的最佳化 好 那我剛剛提到就是 因為會想要讓你的程式一直 就是可能在 每個時間段之內都得到一個profiles 那你就會有很多很多的profiles 那你要怎麼 要把這些profiles去merge起來 然後官網上有給出說 就是你去下這樣的指令 那你就可以 就可以把你得到的很多profiles去merge起來 好 那 這張圖影片是在講說 那我什麼時候 我的程式是 我是沒有得到 我沒辦法得到 該有的最佳化 就是我的程式沒有辦法透過pc 得到最佳化 那 這很容易去思考 就是 那當我的function 當我的function 當我的function有 就是有做梗洞 或者是我function有做 重新命名 或者是我 我把我的function 移到了另外一個package去 package去 那或者是 更不用說就是 你可能 你做大規模的重構 那你 你原本所generate出來的profiling file 那就會 沒辦法去 達到你所想要的最佳化 ok 然後講完剛剛 剛剛就是 就是 收集 收集資料然後 generate出profile的部分 然後我們現在 就要來講出 講到building的部分 ok 然後building的部分的話 要怎麼做呢 然後他是說 官網上是說 就是你要先把你的 你收集到的profile 然後 存到你的mainpackage裡面 然後是一個 副檔名是pgo的file 這樣子 然後他會建議說 你把你的profile 直接存在 你的source report裡面 然後我們先來看 按最下面這一點的話 因為第二點就是說只是建議嘛 那其實你也可以直接 pass一個pace 說你要用哪一個profile 對 那 那在go1.21之前 那也就是1.20 因為只有1.20有這個功能 所以在1.20之前 pgo的default是off的 所以你必須要去把pgo這個參數 enable 你才可以去使用pgo的最佳化 好 那這個也是 這張影片其實我前面也有 稍微提到過 就是 你的新的程式 不會得到所謂的pgo最佳化 直到你去 你去重新generate出一個profile 然後去 去收集你的資料這樣子 好 然後這是我的reference 然後 我好像曝光了 反正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大家可以猜猜看 我原本想說讓大家猜猜看 就是pgo可以提升多少效能 2.7 不是2.7 27 剛剛我已經露出我會給你看了 好啦是2到7%這樣子 其實這2到7% 所以像剛剛 剛剛Error有講嘛 那其實 那目前你不如就去點一點集氣 對 對 那我剛剛有說嘛 我剛剛有去study 就是我前面有去study其他語言的資料 好 那go可能因為是 就是新功能 所以它只有2到7% 那我看C++ 我只是看到C++ 它好像至少 我看大陸那邊跑的sample 都會可能有3 40% 然後甚至有些是可以到2 3倍的成長這樣子 那可能等 就是這個技術在go length 更成熟之後 它可能也可以達到 像C++那樣的效能這樣子 效能提升 好 那 大家有沒有 任何問題呢 PGO這個功能是 你Enable之後 它自動幫你 Atimize你在Run的時候的效率嗎 還是你 Enable之後 指定它一個路訊 它搜集一些log 讓你trace 然後你整個 再去追蹤你的 那個 它所給你的數據之後 你再去調教你的程式嗎 OK 沒關係 好 它就是說你要 就是 它 它是 就是 collect collect data 跟bill是分開的 然後你要先去 你要先去 就是你要先去 就是你要先去 去 你可以 可以 可以 你 那 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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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陆那边 然后也看官网的 然后他其实 我得到的其实是一个很官方的说法 他就是说 你要依照你的程式去进行 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说 有给一个sample是30秒收集一次 那其实你可以针对你的 你production的状况 或者是你自己的程式的状况 然后去看你要多少时间收集 收集一次这个 profile 这样子 没问题啊 我直接 好好好 这个用test来收集 嗯 ok 因為我自己試的話 我是直接 我是直接沒有 沒有直接CICD 我是直接就是自己在 在我的電腦上就是下一個comment這樣子 下comment 下官網上的comment 那如果你今天的話 你可能就是 就是在你的production上 然後就是你可能說你要 你要多少可能 就是去拍你的schedule什麼時候去蒐集這樣子 對 好 好 嗯 嗯 我自己的理解是他主要就是他可以就是直接 嗯 就是你不用再另外去下指令去找 找 我看一下喔 不然我就這回答 就是你不用再另外去下指令去找 你的路徑在哪裡 然後你就是都把你的profile存在 就是 嗯 就是跟你 跟你sauce code同樣的就是 類似的路徑下面這樣子 哦 嗯 因為他沒有說可以說,我收集到的花子,我靠到裡面 沒有,可是這樣是券傳上的,沒有發揮錯 他是說我當中看的時候,他可能收集到的, 但是我當中看的時候,我只能收集到,滿複製的, 很常在做的,很常在做的, 對啊對啊對啊,所以他這個建議, OK,好 就是,我收集到profile,然後我要再下一次fue code之後,他才會進入 對 那如果我下一次就像剛剛有人知道,因為tosecode會一直往前進, 那如果我新的tosecode,配上舊的profile,會不會反而有一些雜誼水? 就是,因為我們物定是這樣做會不會更好, 那如果這樣新舊,或是我新的版本做一個大的雲三層, 那這樣會不會反而導致什麼變得更好? 呃,官網上是寫說,跟我看大陸那邊做的sample, 就是是有可能的,他是還是可以build, 但是確實有可能,就是讓你吃不到所謂的最佳話,對 我剛剛想說,我剛剛看到他官網這樣寫,就是 it is impossible to build from production code,就是 production code他已經有考量到,有可能已經有放在 在production的團體會去資料,那他說最好就是因為剛剛有說, 有人提到用熊菜推出來的方式,都是這樣做,也就是說, 你要先假設你的facetons,facetons假設完之後, 再把東西放上去,然後去盡量模擬,已經也不到這樣做, 這是他們現在官網值的建議,這樣子 好,然後我自己也有準備一個,就是Q&A, 然後他說那你可不可以就是,就是用同樣的profile, 然後在不同的就是,就GOOS跟GOARC使用, 然後他官網是說,這是可以build的, 但是就是像我剛剛前面回答到的,就是你可能會吃不到最佳話, 然後他也會建議說,就是如果你要有 different的GOOS跟GOARC的話,就會建議你去merge你的profile,這樣子 好,然後還有其他... 你剛剛這個問題有一個好奇,所以你可以拿不同的發覺, 然後把他的頭髮推掉,那還是覺得出來嗎? 這我就不清楚... 因為聽起來是referring以後,他也是解決出來, 所以他可能說,他有可能是被你開招程這樣子嗎? 我如果聽這麼講,跟我study的話,我覺得是有可能, 他並沒有就這個防貸機制,你知道嗎? 目前還沒有這樣,對 好 好,那我們就謝謝韓吉 謝謝